宿主不可以逃避做任务啊 我放着好好的苏家大少爷不做 非要去当反派 还要对抗三界大狼 等任务结束 本系统会助你离开这个世界 反派一般都不过轻易死掉的 宿主不必担心 我叫苏妍希 是本说的恶毒男配 在系统的威逼利诱之下 前往逍遥宗 百识学艺 宿主 照你这个速度 咱们啥时候才能到逍遥宗 我现在肉体繁胎的 又不会遇见飞行 勉强给宿主开一次金手指 喂 系统 怎么这么高 好害怕 以后再也不遇见飞行了 多谢公子出者相助 敢问公子姓甚名谁 在下锦宇 没想到出门第一天 就遇到了书中难医的锦宇先尊 这身子 这样貌 不愧是书中第一美男呢 你呢 你叫什么 我叫苏妍希 久仰先尊大名 苏妍希 我那苏未谋面的未婚夫 有趣 你怎么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不瞒先尊 我正是因为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所以正要前往逍遥宗 参加一年一度的招心考核 本尊可以带你 多谢先尊 锦宇 你什么时候把你媳妇娶回来 娘 我需要提醒你一下 我是修仙之人 无欲无求 老娘管你修的是什么道 成仙了也能有仙女 谁叫你小时候 对着人家小儿子上去 发唧就是一口 亲完还不行 你还丢人现眼地搂着人家 说长大了 一定要娶人家 君子比试 点到为止 接下来 苏妍希对战云书瑶 按照剧情 女主应该下一年才入宗门 这女主 现在怎么也来了 我必须战胜她 才能把锦宇先尊为师 资质考核第三回合 云书瑶胜 西统 云书瑶有女主光环 我打不过 苏妍 还不快快来拜见你的锦宇师尊 苏妍拜见师尊 本尊从未说过选你当本尊的徒弟 师弟这是何意啊 本尊选她 而且此生只会有她一个徒弟 燕西 你可愿拜本尊为师 燕西愿意 拜见师尊 自今日起 你入本尊门下 本尊当静心教导你 这是本尊送给你的见面的 多谢师尊 难得一见的双华剑 先遵旨轻易地送给她 这就是我未来儿媳妇 如假包换 不错不错 是娘喜欢的类型 燕西 过来 见过师尊 这位是 这是我母亲 见过师奶 叫什么师奶 直接叫娘就好 啊 这不太好吧 你先下去吧 哦 是 我突然觉得 这本书里的人 脑子都不太正常 你在我儿媳妇面前 板什么架子 母亲 到底谁算是你儿子啊 哎呀 燕西这孩子 人长得帅 声音好听 就连名字都那么好听 还有礼貌 这个儿媳妇 简直完美的不像话 你要好好把握住 母亲你好歹收敛一下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不管 这个儿媳妇 我要定了 我叫苏芸汐 是本书的恶毒男配 成功败入锦语师尊门下 此刻 女主好像 想到了我 你明明是我的手下败将 和先尊偏偏收你为妥 凭什么 女主 你温柔善良的人设呢 是不是只要你死了 先尊就能看到我了 小师妹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客气这么大 这后山荒无人烟 就算我杀了你 也无人知晓 你不讲武德 她是 书中男主之一的魔尊 斯南锦 没错 宿主触发关键剧情 解救受伤的魔尊 斯南锦 这种事情 不应该交给女主 让斯南锦对她一见钟情吗 可是女主没掉下来 你掉下来了 宿主不如先刷一波好感动 大兄弟 你还好吧 别碰我 滚 我只是想帮你 我没有恶意的 方向我掉下来 看到那边有温泉 你要不去泡一下 本座没力气了 我抱你过去 你慢慢泡 我先走了 谁说你走了 在本座恢复之前 你哪儿也不去去 不行 我已经掉下来一天了 再不回去 使者肯定会责罚我 绕了一圈 还没走出去 系统 出去的路在哪儿啊 抱歉 本系统也不知道 斯南锦 看在我也救了你一命的份上 你能不能带我走出去啊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本座的名诱 你松手 说 接近本座有何目的 这里是仙魔交界处 我能猜出来你是魔尊 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若是真的想杀你 早就趁你虚弱之时 便已经动手了 你走吧 九尾狐妖 我看你今日还能往哪里逃 既然认得本座 还不让开 你得以什么 不过是一只人无私痛 出来的杂主 便以为自己高五一等了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东方玉 竟是伴妖 是的呢 宋卓 妖界容不得伴妖存在 任何妖物都能欺凌伴妖 人间也没有伴妖的落脚之地 身为男主之一的东方玉 就是在此时得到了女主的帮助 此后东方玉便喜欢上了女主啊 不过是一个敌尖的魂血半妖 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东西 换年前敢这样跟本座说话的人 如今连骨灰都寻不到了 若是之前 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现在你身受重伤 灵力恐怕快维持不住人行了吧 我不准你欺负他 小子 让开 否则给你一块杀 有本事 你就放马过来 我可是反派 读到大结局是死不了的 顶多受点疲优之苦 这里 才好给我滚 娘亲 对不起 我追错了 求求你别跟我走 你错就错再不该出事 你就是个天上姑息 我现在这样的生活 都是你害的 为何要这样对他 还那么小 能犯什么错 你是什么人 我教训我儿子 关你什么事 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当他的母亲 小东方玉乖 你娘不疼你 哥哥疼你 小杂装又跑出来丢人现眼了 定是他娘又将他赶出来了 之前我路过 还大半夜 还蹲在府门外睡觉呢 真可怜 没爹就算了 娘还不疼 你们两个 给我站住 你有事吗 你们两个 立马给他道歉 否则 别想离开 哪里来的小子 还敢出来多管闲事 他就是个没爹的杂种 我又没说错 给他道歉 大侠 我们错了 对不起 人是我们嘴欠 大侠饶命 小孩 对不起 我们不跟那样说你 谢谢哥哥 今天带我吃饭 不用谢 小东方玉 值得这世间一切的美好 总有人会跨越山海 为你而来 知道吗 那哥哥 你愿意带我走吗 我走就没有家了 好 哥哥带你走 以后 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了 你到底是谁 我叫苏妍希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当你第一个朋友 本座不需要朋友 还好 你知道了本座不堪的过去 你觉得本座还会留你一命吗 我赌 我赌 你不会杀我 你凭什么这么赌地 本座不会杀了你 因为 我在梦眼里看到的你 虽然满身伤痕 但眼里 依旧有光 本座饿了 你还不给本座弄点吃的 你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 这是我无数次幻想过的场景 没想到被我做饭的人 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一天的男子 快吃吧 我的妖皇大人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好吃吗 很好吃 忘记过去的苦 向前看 找到了吗 回尊上的话 已经派出所有弟子去寻找小师弟 可是依旧没有消息 接着去找 务必尽快找到 听别的弟子说 燕熙师弟消失前 见了云树瑶师妹 尊上 您找我 本尊的徒儿失踪了 该不会是你动的手脚吧 冤枉啊 尊上 我与燕熙师兄无冤无仇 我怎么会害他 可本尊听说他失踪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 尊上明察 舒瑶所说句句属实 再说 舒瑶也没有迫害燕熙师兄的动机 你是不是怪本尊没有选你当本尊的徒弟 舒瑶不敢 最好是这样 不愧是男主之一 这八块腹肌 好想摸一摸 宿主 你别想了 他是女主的 摸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哪里来的灯徒子 竟敢在魔宗地界欺如本尊的徒儿 找死 你就是号称逍遥宗星为最高 地位也最高的宗主 昨今日就领教一番 你们神仙打架 能不能逼波及我的烦人呢 系统 帮我开启昏睡模式 我 回到逍遥宗了 宿主真是好服气 金玉香来食指不沾羊春水 只能被人伺候 从未伺候过人的宗主 此时进蹲在炉灶前 为你尖药 我的高领之花 是好从第一大挂兵 堂堂金玉之尊啊 虽然你居尊降贵 亲自为徒儿尖药 徒儿感激体力无以为报 但是 就放过 你熬的是什么鬼啊 把这药喝了 喜统 我还有命活到大结局吗 师尊 抱歉 徒儿先去一下毛房 师尊 你这次 是真的生气了 闻师多次教导你 要远离为师以外的男人 你怎么就不听呢 师尊 你为什么 这么在意这个 因为你是本尊的未婚夫 师尊 我爹给我定了这门婚事 并不代表我认同 赶紧把钢铁还给我 我要逃你退婚 本尊不退 我不同意 这婚事就做不得数 本尊至少你不喜欢本尊 更不愿与本尊成亲 可毕竟是父被定下的 礼不可费 宿主 反正剧情远不回去了 你不如就从来锦鱼吧 不是 所有剧情 都是设定好的吗 还可以随意改动 当然可以啦 不仅可以改成双男主 还支持NP哦 锦鱼 那锦鱼都欢迎 都可以是你的 谁捅你个没钱操的 你是一点也不管我的死活 是不是 我不接受这种设定 现在只要宋主 与锦鱼在一起 大起甜蜜爱情 故事就可以大结局啦 你喜欢 喜欢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 自己喜欢怎样的人 以前没想过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我金鱼的徒弟 师尊 虽然我拒绝了你 但你也不用把我赶出之门吧 本尊明日就去苏府京去你国 反正有回忆 你来不掉我 老爷夫人 不好了 有人上门提亲了 不就是提亲嘛 何至于如此慌张 是有三拨人上门提亲了 我来带自己媳妇回家 你们俩凑什么事 本座来给严西下聘礼 你有意见 二位都别争了 不知三位大驾光临 老夫有势远迎 还望见谅 岳父不必多礼 小童崽子 去哪儿惹了这么多风月寨 还不快去把他请出来 三位大佬怎么都来了 这谁盯得住啊 爹啊 你可一定要帮我 哎呦 我叫你爹行吗 你快想想办法 别让这三位把我苏府先了 魔尊大人 妖皇大人 你们俩请回吧 事不相瞒 我与仙尊 丢有娃娃机 若是景宇他敢欺负你 你跟本尊说 本尊一定帮你收拾他 本座妖界的大门 随时为你敞开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吧 本尊竟不知 你早已有他能跟我打伤 星尊 你这是闹哪出啊 岳父大人 小旭准备了一点玻璃 望您笑纳 哎呀 殊胜的真迹 东海的夜明珠 还有千年人参 贤叙啊 你也太客气了 岳父大人喜欢就好 那我与严席的婚事 别嫁 明日就嫁 你贤叙放心 老夫定不会赖账 爹 你这便利也太快了吧 先尊 你真的要娶我 本尊决定好的事 就不会发挥 金鱼 我其实不是苏颜希 你喜欢的人 也不是我 本尊知道你不是他 本尊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你 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从半年前落水后 才来到这里的吧 如果我说 与你成亲 只是为了能回去 你当如何 那你更要嫁给本尊 这样你就可以回家了 不是吗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有点 我也感觉有点 这是什么修行文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就很伤心了 现在清白也没了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什么都别说了 现在 你要对我负责 我对你负责一辈子 季童 你还在吗 宿主 你叫我出来 有什么事 你再给我点击手指 清云那家伙 根本不懂节制 我打又打不过 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废了 我听到了 宿主放心呗 有事自己呗 我就先撤啦 我又会留 sight 我只要一身拉 马 也敢找一干 打 我只要一身拉